这是我每天出门采访所需要佩戴的防疫装备 有酒精 护目镜 工作阵 3M口罩 还有我的相机 我叫杨华峰 是中国新闻社一名摄影记者 从业已经十年了 今天是我突破成为来到张家级的第14天 我将会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我身边发生的一切 接着我采访的车来了 是我一个媒体同行 多年的好友 湖南日报的记者 走 上车 走 出发 今天我准备和张家级的小伙伴们去拍拍市区内的街景 看看现在张家级室内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防控疫情需要 张家级的大部分的超市餐饮店 然后水果店等等的一些零售商店基本上都已经关门了 像这种快递小哥还是在室内可以正常通行的 在我上午的采访发现 张家级室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防疫人员和志愿者在小区内实行24小时值守 而进入高风险小区路段 这里设置了非常多的打扮实行物理隔断 所以人员不进不出 虽然病毒仍在死云 但自身于这座城市的人 无论国籍 无论老幼 职业 都在齐心协力 抗击病毒 种植层层保卫家园 现在我结束了上午的采访 我准备和小伙伴们一起前往张家电视下面的乡村 看看乡村防疫是个什么样子 这里是张家界市王家屏镇 我看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利用汽车流动广播 传统的敲锣流动宣传等方式开展新冠肺炎防护模作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们必须要做到低胆式排查 中央主顾开展宣传 确保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不漏一人 我们的宣传方式主要是 一是通过宣传车 在这个大陆进行宣传 而且不能车子不能到的地方 我们比如敲门 敲锣 一副一副的架 进行这个 激情防控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基本常识和老百姓 教他们怎样在这个特殊期间 怎麽防护好 怎麽保护好自己 自7月29日以来 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72例 我看到疫情下的张家界 旅游暂停 市民居家 交通梯板 以往的人潮汹涌的街道 变得空无一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张家界 但是在我采访途中 看到更多的是 安静的张家界背后有着这麽一群人 他们冲锋在前和时间在跑 与死神夺人 他们为了城市的基本预展忙碌者 他们有衣物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 外卖小哥 警务人员等等等等 他们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守护者 有了他们 我相信张家界一定会很快战胜引擎 张家界 加油